如果A,B,C是一個等邊三角形,邊場是16的,這裡是16,這裡也是16 當然BOYS也是16,如果D和E是ABOY和BOYS上的點,就只有AD是4 如果AD是4,BOY多就是12 然後CDE這個角度也叫60度,它就說他們找回對邊CE的長度 這裡很容易看到一個相似三角形,就是ACD和BDE 為什麼是相似呢?我們可以看看 第一個很明顯看到的,大家應該會看到的,就是這個角是60度,因為等邊三角形 這裡也是60度 另外一個就是,其實這兩隻角是一樣的,如果這個叫A,這裡也叫A 為什麼呢?因為你會看到,這裡有一個外角的外角 就是說這個CDB,其實就會是60度加A那麼大 如果這裡已經有一個落度,那旁邊那隻就是A 所以我們很容易看到一個相似三角形 我們如果要寫的話,就可以這樣寫 就是 你可以寫上,角CAD等於角CBD等於60度 然後我們會有角CDB等於角CAD再加角DCA 也就是60度加,也就是60度加A 例如我叫做A,我剛才寫了A 那由於這個CDE也是60度來的,所以我們就會有角EDB 其實就叫做A 所以最終我們就會有三角形 CAD 是相似三角形 D B E 對了,DBE 我們今天想找CE的長度 我們知道整段BC就叫16 因為凳邊三角形 所以如果找到BE的長度,我減掉它就可以了 如果找到BE的長度,我們會看到它的對應是AD 那就等於 例如BD除以CA 所以就是BD除以CA 所以就會有BE除以4 是等於12除以16 你計算到BE就叫3 如果BE叫3,那CE就是16-3 也就是13 所以答案會是D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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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 1 2 1